今天是2019年6月24日星期一 新闻早班车来了 这些药文值得关注 应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7日至29日赴日本大阪 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4次峰会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35年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启动网件行动 严厉打击网络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行为 国家统计局消息 1至5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9% 增速比全部投资高6.3个百分点 上交所消息 一般情况下 科创版新谷在发行结束后八个交易日内安排上市 四川宜宾通报 22号晚 拱线5.4级地震为617常宁地震余阵 共造成31人受伤 均无生命危险 今明两天云南、江南、华南等地有大道暴雨 局地有大暴雨 华北、山东、河南和内蒙古等地仍有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东玉23号当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新一任总干事 成为这一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 朝中社23号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笔信 金正恩表示信中包含良好内容 他将予以慎重考虑 华为美国公司日前起诉美国商务部 认为急扣押华为设备并支持不做出相关决定的行为非法 受惠万象、民生热点 湖南警方通报 经DNA鉴定新谎疫中操场挖出的石骸 却为2003年失踪人员邓世平 多名嫌犯已被抓获 原校长黄炳松被立案调查 陕西西安中铁上都城幼儿康护点负责人崔某 对孩子入园收费标准不一 并称只养天鹅不养猪 当地教育局介入调查 崔某被解聘 湖南郑州一酒店住户发现插座中有针孔摄像头 警方23号回应 嫌犯谢某某在此前入住酒店时安装摄像头 已被刑拘 甘肃兰州地铁一号线一期工程昨日开通式运营 这是国内首条下川黄河的轨道交通线路 江苏苏州黑中介发布虚假招工信息并实施诈骗 四个月诱骗2000多人 尹某等19人被判6年5个月至7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广东深圳王某打扫卫生时 不慎导致一块杠铃片从高楼坠落 导致路人头部受伤 警方已介入调查 新疆女大学生王某网贷500元 被催还28万 新疆警方跨省将5名嫌犯从广东押解回江 冻结涉案资金400余万元 在柳州开往武汉的列车上 两名乘客突然身体不适 湖北医药学院学生叼雪盈 利用索学知识和随身药物成功救治患者 浙江离水一辆载有5人的轿车 因洪水突袭被困河中 被困者难以跨过河边的深水渠 消防员就用双腿架起桥梁 让被困者踩着自己上岸 湖北京门突降暴雨 一井盖旅被冲走无法固定 交警胡德虎就站在井盖上 冒着大雨疏导交通 这些政策与你有关 上海发布方案提出到今年底前 载集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 山西出台措施 要求各县区公安出入境受理点 全部配备港澳台旅游签注自助一体机 海南下发通知 将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月标准 提高150元 湖南长沙发布规定 中小学部的布置由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为批改的作业 最后来看天气情况 今日天气 内蒙古中西部 青海东南部 川西高原 云南东部 江南中南部 华南中北部 台湾岛大部等地有中到大雨 其中江西南部 福建南部和中部 广西东南部 广东大部 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两个自己 一个正面 一个负面 尝试让积极打败消极 让真诚打败虚伪 让宽容打败计较 让勤奋打败懒惰 让坚强打败脆弱 只要你愿意 你就能做最好的自己 新的一周 早安